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说印刷厂 印刷厂 哪个印刷厂 机械工业部 机械工业部的印刷厂 我只是在那印刷厂 印刷厂以前多了 我们现在 那厂的基本工夫 房都租出去了 那人都怎么办 现在正经八百的 就二多人了 正值工 在职的就二多人了 就吃这一千多万 二十多人吃一千多万 那他们不是挺 这挺滋润的呀 他还有退休这一块 哦 给退休工人这些 那有多少人 退休现在不归他们的单位 法工师 社会 他们管有一部分 像我们有一部分 有几百块钱 在公司以外 嗯 单位上 哦 我明白了 就你们退休以后 公司还给你 一个月几百块钱呢 对 那你干预不好 有二十四号销 他也得符合 哦 房屋修缠 嗯 暖区费 哦 还有一个 现在不归 以前 那个 离休的人多 嗯 离休的是百分之百多 哦 哦 都有企业后 嗯 刚开始 是 企业后 后来国家 企业 企业 我们单位还说 你看见吧 就是说 拿医保 看看 剩下的都 全给你报 全给你报 全给你报都不行 他都 不干了 最后 把钱上去 是 看病 花一分钱 单位给报了 嘿 真棒 一直到此 嗯 都过现在就一个了 嗯 就剩一个了 离休干 离休工人 他是不是还要管去世呢 都晚 一直到 都晚 嗯 他全报 嗯 那你们单位是代理人口 一般 国家那个性质的还是 我们是央企 央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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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估计您是管理人员吧 我估计您是管理人员吧 我估计您是管理人员 我估计您是管理人员吧 怎么呢 我们的鼎企 等于四肤零飞了 哦 他就是 省不央企 央企 央企 嗯 但是说他 不管你的生死 嗯 甭说那个 什么 那个 我们上次的出版社 嗯 国家也不管 哦 他都是自己 说自己的 嗯 你行 你就行 就行 国家不管 嗯 人家都是 事业单位 事业管理人员 哦 你拿的多少 都加上 6700 6700 6700 我们现在退休的 都是 七八千 哦 现在刚退的 都七八千 嗯 就是大多 就是大三百年 除非55退的 好点 55 55 现在6千 好 一聊这一块都能爆 那就太好了 基本上花不了 二次爆销 嗯 基本上 二次爆销 等于是 花一半 一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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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百年 嗯 这就是一项 福利 有了单位的二次爆销 这小日子就过得洒脱了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吧